大家好,我是蔡律师 我们这个视频讲座的题目是 再谈EB1A具体条件的要求和常见误区 此前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和微信视频里面 我们已经有单独的视频讲的是 具体分析EB1A杰出人才绿卡申请的十项条件 我们详细的讲了这方面的要求 那么根据申请人的一些反馈 以及我们最近看到观察到 有一些申请人不是我们办理的 但在遇到问题以后联系我们 这些申请人出的问题 我们再补充说明一下 并且指出一些常见的误区 首先大家知道EB1A杰出人才 一般来说需要你在十项条件里面 满足至少三项 我们要强调一下 这个是杰出人才EB1A绿卡批准的必要条件 不是充分条件 或者可以说是必要条件之一 因为如果你另外得过重大的奖项 像奥斯卡奖之类的 那么就不用满足的三项条件 当然在实际中这样的人是很少的 所以绝大部分申请人用的是这个三项条件 但是并不是说你满足了三项条件 就能得到EB1A的批准 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 比如每一个申请人 他当然不会愿意浪费时间 金钱 精力 所以他申请的时候 至少在字面上 他自己认为是满足这三项条件的 但是并不是说你满足这三项条件 申请者一定会得到批准 移民局需要确认申请人在本领域处于顶尖位置 对本领域做出的贡献和实现的成就 在专业上超过你的同行 这个叫两步法 所以在实践中 确实也有一些申请人 移民局承认他满足了三项条件 但是说他综合看来不够 突出没有在本领域处于顶尖位置 因此EB1A还是不能批准 所以申请人在分析的时候 不能仅仅看到三项条件 说我在字面上基本满足了 我是不是EB1A申请就能批准了 不是这样简单 还要具体看 然后另一方面 满足的条件也并不是越多越好 不是三项条件吗 那我说我满足五项六项 这样是不是就申请容易批准了 也不是这样 移民局只要求你满足至少三项条件 然后有两步法的分析 不是说我自称满足的条件越多就越好 这个有一个所谓叫木桶理论 大家知道这个木桶能够盛多少水 是由最短板来决定的 自称满足的条件越多 有可能暴露的薄弱缓击问题会越多 我们这里尤其要强调一下 大家知道美国绿卡名额是有限的 EB1杰出人才是相对来说 拿到美国绿卡比较快的一个途径 申请人数量越来越多 这个是正常的 但是我们看到 比如来自中国有很多申请 有的申请人 不管是他本人还是有的中介 通过一些包装的手段 说这个申请人满足了这个条件 这个在美国也有一些举例来说 在IT领域 管理领域 商业领域 申请人他有可能有高薪 有多年的经验 有很多的成果 但是他并不见得是 美国移民法规定 这个杰出人才 所要吸引的这一类别的申请人 所以不一定符合EB1A的条件 那么不管申请人在中国 还是在美国 他可能有高收入 有其他的很多成就 但是不可能 每一位有兴趣的人都符合EB1A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认为对申请人材料 当然我们要尽量来突出申请人的长处 但是如果说过度的包装 对于申请人来说 有潜在的风险 而且也不一定能够达到目的 所以申请人在衡量自身条件的时候 应该认真地考虑到这一点 如果需要了解更多信息 可以和我们联系 接下来我们再谈一下 关于EB1A这些实际条件里面 一些条件常见的误区 比如说要评判他人工作 这一条其实是杰出人才申请中 相对比较容易满足的条件 但是你这个评判的 需要是专业工作 如果是你面试来求职的工作人员 或者是单位里面 大家同事们互相来评定这个绩效表现 或者你给学生打分 像这些不算评判他人工作 因为你要评判的是专业工作 还有什么呢 有的人说我的领导导师 收到了评审的要求 他很忙来不及做这个 转给我来做 那这个算不算呢 很遗憾这个一般来说不算 因为你需要收到来自期刊会议 他们的直接邀请编辑 或者是会议的召集人 主持人的直接的邀请 因为这个目的是要来证明 你在本领域有专业的能力成就 还有这个名声得到了承认 所以人家来请你评审他人工作 所以需要有直接的邀请 然后你还需要证明 评判工作实际完成了 如果只提交一个邀请信 是不够的 接下来关于会员资格 这里面我们要强调 你交钱就能加入的这样的组织 一般来说不算 那么需要提供相应的客观证据 比如说这个协会组织的章程 里面要说明对于会员资格的要求 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那这个什么样的人 能够加入组织成为会员呢 有什么专业人士来作为 评定这种会员资格 来决定新人能否加入呢 这个如果是有本专业的知名的专家 来做这种评定工作 那么一般来说会比较好 会有助于通过这个会员资格这一项 还有什么呢 比如你这个组织里面 其他会员包括什么人 如果呢 其他人都在你这个申请的领域 有相当的成就 这个也有利于通过这个会员资格这一项 接下来呢 关于获奖 这个也是杰出人才 有的时候经常用到的一项 尤其是对于来自中国的申请 这个获奖呢 需要是国家级别的 或者是国际的奖项 如果是上学时候得的学生奖 或者你的公司行业内部的奖 或者呢 是有的省级部级的这些奖 一般来说不行 然后这个获奖呢 当然还要书面证据 你仅仅有奖杯奖状一般不行 有的时候要有别的证明 要有媒体报道 然后呢 需要有书面的证据来表明 这个奖和你这个申请人 在本领域的杰出成就的关系 如果说你获得最具良心奖 好人奖 这样的呢 不一定可以 你需要是专业的成就和贡献的肯定 这样的奖 然后呢 当然还有评奖的标准 什么样的人 符合什么样的资格 就能够获得这种奖 这个也要有书面证据 接下来呢 关于发表文章这一条 需要呢 是专业的文章 发表在专业期刊等等 这样的媒体上 往往是需要经过同行评议以后 能够得到发表的文章 这个读者群呢 一般也都是需要有专业知识的 本领域的专业人士 如果仅仅是 比如说你在IT领域 写的一个工作报告 或者说一个编程 这样呢 往往不算 你发表的文章学术成功 还有关于高工资这一条 有的人说 那么平均工资是多少多少 我的工资比平均工资高出50% 是不是能够用 是不行的 移民局在很多地方专门讲到 不能简单的和平均工资相比 你要和领域其他人相比 要证明 你是确实有高工资才行 而且在实际中呢 我们感觉到这一条 相对来说并不容易忘记 还有呢就是其他证据 移民局说到除了这十条以外 申请人有可能能够提交其他的comparable evidence 但是我们感觉呢 这个并不能随便的使用 那么移民局的目标呢 本来是说 如果这十条还容不下你 不能适用于你 那么有可能可以提交替代性的证据 但是你需要解释 说明为什么你提交的证据 能够替代比如前面十条里面的哪一条或者两条 为什么原来的这十条里面选三条 这种情况不适合你 不适用 这个呢 往往比如说对于一些新兴领域 比如有的是手机游戏 给这个配乐或者设计 或者是网络传播 比如网红 或者你做的行为艺术 像这些 那么有的呢用传统的艺术类啊 商业类成功 不容易衡量 如果你做的呢是比较成熟的行业 IT啊 商业管理啊 经营啊 等等像这样 这个一般来说呢 不见得能够符合条件 说适用于替代证据 根据AO的判例 移民局的申请历史来看呢 要满足替代证据这一条相对也比较难 前面我们提到啊 很多申请人呢 当然大家都希望尽早的顺利的拿到美国绿卡 考虑到目前呢对于中国大陆出生的申请人 投资移民 EB5呢 现在有很长时间的排期 其他类别呢 有的时候也不容易 比如说 你要申请Perm呢 需要有符合条件的美国雇主来支持申请 那么NIW呢 你也要证明你的工作要和美国国家利益联系起来 那么相应的呢 更多的潜在的申请人 还有一些中介 那么兴趣会放在EB1A杰出人才这个类别 当然我们看到杰出人才 EB1A的申请 确实有很多优点 可以自主申请 速度快 比较灵活 但是呢 如我们在这个视频 其他相关的视频 搜索我们的优秀的频道 和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 我们这些视频里面呢 也反复讲到了 EB1A呢 还有自己的要求 然后并不是适合每一个人 申请人呢 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慎重考虑 如果你不确定 自己是否符合 EB1A杰出人才的要求 你可以给我们发信 联系我们 我们会提供免费的评估 那么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再谈EB1A具体条件的要求 和常见误区 欢迎联系我们 谢谢 MING PAO CANADA